复兴节前期 吉安湘公所也特别举办 模范父亲及热心公益 好人好事表扬活动 乡长刘树珍除了出席 亲自颁证表额 也提醒在场侄女 行孝要及时 并且勇于开口说爱 吉安湘为了感谢每位爸爸 对家庭的辛劳与付出 在日前特别举办 模范父亲及热心公益 好人好事表扬活动 爸爸们换上肌肉猛男装 化身为家中的超人 在欢笑声中合影留念 这次总共有23位模范父亲 及9位志工获奖 23位模范父亲 来自于各个家庭 各个事业 以及各个环块 他们代表着家庭的和乐 也孕育了子女的长成 更为我们的社会国家 奉献心力 今天我们予以感谢跟感恩 来作为表彰跟表扬 9位的好人好事代表 来自于各个阶层 从救难的特殊 到部落的服务 以及社区服务邻里的 各个表算 今天我们希望代表吉安乡 现出满满的感谢之外 更要跟我们所有的 乡亲好朋友们 我们也要祝福 全天下的父亲们 健康平安快乐之外 我们也要记得跟爸爸说声 父亲节快乐 更要带来家庭和乐圆满 幸福健康给大家 每位模范父亲与好人好事代表 都有着温馨感人的生命故事 公所借此表扬以传递社会 志工服务的正能量 也传扬友善社会的感动芬芳 记者 徐立琴 简单相报导